亲爱的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周村烧饼 在视频开始之前 请给我个点赞评论分享 好人有好报 感谢你们的支持 好 视频开始了 七卢网闪电新闻月日讯周村烧饼 是一道面食 因产于山东省资博士周村区而得名 源于汉代 成于晚清 是山东省民优特产之一 以山东省传统工艺精工制作而成 为纯手工制品 有酥 香 薄 翠四大特点 其外形圆而色黄 正面贴满芝麻仁 背面酥孔罗裂 薄四洋叶 酥脆异长 入口一角几碎 香满口腹 若失手落地 则会结成碎片 俗称山东瓜辣叶子烧饼 周村烧饼的制作工艺十分独特 全过程分为八部 首先在选料上 精选强筋面粉 绿大饱满的芝麻和优质蔗糖 其次 把水和面粉混合在一起时 用左右的温水和好 接下来分成大小适中的面坯 然后用手揉捏 顺势揪下指度般大小的剂子 再手心揉捏 增加面滴韧性 最后 将剂子揉成圆球 整齐的排列在面板上 同时 为防止剂子面皮发干 可以在上面盖一层塑料膜 面醒一会后 取出一块剂子 放在盘上 用手压扁 接着沾水 抹在剂子的表面 然后翻转 合格的生饼梯子要求薄如铲翼 饼面完整 略成圆形 接下来试着妈 盛放芝麻的容器 叫做黄斗 每次开工之前 先将芝麻装在豆盆里 用勺子将芝麻均匀的洒入黄斗 然后双手端平 前后晃动 使芝麻在斗内平整分布 厚度均匀 这麻食 双手轻加生饼 让沾水的一面朝下 然后轻轻一放 一触即可 接着就是贴饼 烤熟即可 以前 周村的烧饼味道很单一 如今周村烧饼有咸 甜两种味道 甜的香甜可口 酒食不厌咸的可开食欲 令人爱不适口 但细分的话 有甜 五香 奶油 海鲜 麻辣 新鲜蔬菜等多个系列品种 虽然 周村烧饼历史悠久 但真正出名是在清末 后来一度成为皇宫中的贡品 在此基础上 周村烧饼从此名扬天下 斗转心仪 周村烧饼荣获绿色食品 山东名牌 中华老字号等荣誉称号 全国工业旅游示范点 全国食品工业优秀龙头食品企业 中国食品工业质量效益奖 山东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山东省消费者满意单位 山东省首和同众信用企业 并通过了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闪电新闻记者孙凯旋 王良资博报道 好 视频到这边就结束了 请给我个点赞评论 分享感谢支持 小伙伴们对周村烧饼 有了解了吗